小时候玩过的最特殊的游戏是什么 我的回答肯定是 打牙子 因为需要用到光枪这种奇特的外设 至少在80年代算是真的很奇特了 放下手柄 拿起光枪 瞄准萤幕里的鸭子 射击 那时候可没有100寸的电视 也没有什么投影设备 我们能瞄准的区域其实小得可怜 但即便如此 当开枪击中猎物的那一刻 心情还蛮激动的 就像是真的打到了猎物一样 这种类型在随后的几年中逐渐多了起来 其中野狼突击队 是我在FC红白机上玩到的 最精彩的光枪游戏 它是真正的128K以上的大作 画面的复杂程度 跟打牙子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时候我跟我爸一人用枪 一人用手柄 每天玩的不亦乐乎 光枪游戏就是有这种魔力 可以反反复复的玩下去 也不会厌倦 90年代中期 3D技术开始大流行 光枪则成了许多公司 用来试水的首选类型 光枪游戏当中 玩家不用自由旋转画面的方向 角度 也不用进行复杂的交互 只需要端起枪 对着荧幕突突突就完事了 当然即便制作难度很低 公司与公司之间还是分高下的 世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威尔特景大获成功后 新作《死亡之屋》 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发 世家当时只给开发组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必须做出跟威尔特景 完全不同的效果 条件可以说蛮苛刻的 这个小组也很给力 最终的成品并没有令人失望 《死亡之屋》的风格鲜明 画面漂亮 运镜更是无比流畅 在96年那会儿 简直是金爆眼球 有种好莱坞大片的集市感 哪怕是站在机台后面围观 都觉得很有乐趣 更难能可贵的是 游戏在痛快打丧尸的同时 还讲了个首尾呼应的完整故事 时间是1998年 一家叫DBR的生物公司当中 某个科学家 不知道是不是走火入魔 人为释放了病毒 让研究所内变异生物横行 成了一栋鬼屋 但男主罗根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他只关心在生物公司上班的女朋友苏菲 因为病毒爆发后 女友就被困在了研究所里头 无法脱身 罗根身为专业特工 在接到女友的求救电话后 当然是立刻拿起枪 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英雄救美 这便是游戏的开场 所谓的研究所 其实是用一栋古旧的洋馆改进而成的 这里到处都是研究员 他们穿着统一的白色制服 很好辨认 研究员总的来说分成三类 一类是已经死亡的 一类是在剧情演出中表演领合饭的 也就是气氛组 还有一类则是可以拯救的 当然了 救他们肯定不是白用功 不仅可以获得加分 有时候研究员还会上前 送一个珍贵的医疗包 甚至有时候能否救到他们 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进程 比如这位举着研究员的壮汉丧尸 如果在其将研究员扔下去之前击倒的话 不仅可以得到一个珍贵的医疗包作为奖励 还能直接从正门杀进去 简单快速 而如果没有救到的话 男主会赶紧到桥下去看看 结果研究员已经领合饭了 医疗包满也泡汤了 而且他还会顺势走下水道进入洋馆 当中遭遇的风险 比直接从正门杀进去要高多了 女友苏菲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登场 红衣服黑丝袜的他 穿着打扮明显不同于其他研究员 很醒目 可是刚爬起来 还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 就被天上蝙蝠一样的怪物抓住 飞往洋馆方向 那没办法了 只能勇闯鬼屋一探究竟 这里同样有着许多研究员 丧尸则更加强力 出现了手拿电锯的大胖子 跳来跳去行动无比迅捷的猴子 以及站在高处扔木桶的阴险丧尸 作为第一贯 难度其实并不是很高 稍微眼疾手快一点 还是能比较顺利的前进的 走了没多久 便听到苏菲的求救声 刚刚看见苏菲 一只巨大的怪物就从天而降 这一次没有再上演什么绑架的桥段 怪物根本不多废话 一斧子把苏菲砸向墙边 然后对我们发动攻击 死亡鬼屋有个很贴心的地方 就是在每一次面对boss的时候 都会用一张图标注出他们的弱点 让玩家一目了然 不会像无头苍蝇那样乱开枪 当然即便如此 boss战也还是很有难度的 铁甲勇士唯一的弱点在心脏位置 其他地方都是铠甲 能百分之百防御攻击 所以打得准就成了最基本的要求 当他的血量不足一半的时候 外部盔甲会破裂 露出藏在里面的绿巨人 这家伙浑身都是弱点 只要不盯着一个部位打就行了 很快便能将其击杀掉 遗憾的是苏菲埃勒刚才那一下 也已经奄奄一息 他说这一切都是个名叫克里昂的博士在搞鬼 叫男主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博士的疯狂行为 说完便领和饭了 愤怒的罗根这下也不回去了 他要为女友报仇 也要阻止灾难的进一步升级 选择继续在这座充满了妖魔鬼怪的洋馆中冒险 寻找克里昂博士的身影 大屋子里的环境越来越奇异 许多的场景都有种梦回中世纪的感觉 可时不时又会出现充满科技感的装置 以及巨大的生物培养槽 古代和现代的碰撞产生出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 至少在96年那会儿 感官刺激可以说是拉满 爬上高高的楼七 来到洋馆最顶部 看见了刚开始时候抓走女友的那只蝙蝠怪 他便是第二关要对付的boss了 在血量不足一半之后 这家伙会突然飞走 然后以迅雷不知掩耳之势发动袭击 将罗根打落至屋顶边缘 游戏是第一人称的 但我们可以清晰的脑补出 此时的男主是一只手抓住无言 然后回头用另一只手进行射击 电影化的运镜令人赞叹 不要问一只手怎么装子弹的 光枪游戏嘛 装子弹的问题就当不存在了 击败蝙蝠怪话 罗根找到了关键的ID卡 得以进入研究所的核心区域 这里的敌人更加强力 原本只是偶尔出现的白皮怪物 如今都是成群结队的来袭 就连天花板和阴沟洞也充满了危险 绿色的小蜘蛛会从这些区域爬出来进行偷袭 走过一个滚烫的熔岩大池子 终于在实验室的核心区域见到了克里昂博士 不过他早就安排好了逃跑路线 乘坐电梯向下而去 来路的大蜘蛛是个厉害的狠角色 会用爪子拼命护住头部 也就是弱点啊 别看如今打起来好像挺轻松的 可当年用光枪玩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加上头臂打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是残血状态 大蜘蛛就成了套难以逾越的障碍 无数玩家被他成功拦截 打死了蜘蛛 罗根纵身一跃 也跳进洞穴 不抓住博士誓不罢休 这里已经是最后一关 敌人的强大就不用说了 之前登场的那些boss 全都成了路上的精英怪 没两把刷子根本是寸步难行 克里昂博士就在一扇大潜门的后面 他已经退无可退 也没有打算再退 大手一挥 释放了自己的最高杰作 也是最强的基因改造生物 魔术师 这家伙是个典型的二五仔 报答爸爸的方式 居然是给了他一发波动拳 直接把博士给打死了 男主大仇已报 可他不把这个可怕的二五仔干掉 还是脱不了身 魔术师不愧是最终boss 旁边的配图上就连弱点都没有公布 这也并不表示他没有弱点 实际上那些裸露在外面的纤维组织 全部都是弱点 当然说起来容易打起来难啊 魔术师的速度快得惊人 不仅会扔火球 还会快速接近后实施攻击 移动的时候身体带有残像 迷惑荧幕前的我们 血量也是超级厚 打一会儿就会进入各种保护状态 需要调整好心态 慢慢周旋 完全快不起来 魔术师在空中发生了剧烈爆炸 男主潇洒地回头看了一眼后 迈开独孤求败的步伐 走出研究所 比较有趣的是 结尾字幕放完后 还有个小彩蛋 如果我们打得很烂 那么彩蛋里的罗根 只会看看研究所 另外一种稍微好一点的结局 是罗根即将驱车离开的时候 镜头快速来到阳馆内部 开门的一刻 看见女友站在里面摇头晃脑 他已经变成了丧尸 至于最好的结局嘛 相信就算是没玩过的哥们 看到这也能猜到 没错 那就是女友还活着 他之前是被顿气击中 并没有明显的体外伤 所以活下来也是合理的 但想要达成这个结局 桥剑就非常苛刻了 不仅分数要在6万2000分以上 还必须要一命通关才行 如今在模拟器上 估计有人通过反复练习 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但当年在阶级房 我反正是从来没有见到谁 能一命通关过 虽然只是个光枪游戏 但《死亡之屋》发售后 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那时候 世家的土星和索尼的PS 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状态 两个厂商都是绞尽脑汁 争取让自家的主机上 获得更多的游戏资源 对于世家来说 《死亡之屋》这样成功的作品 当然必须想办法登陆土星 问题是土星的3D机能很弱 怎样还原出阶级版当中的大炒面 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记得当时电缆上有篇文章 说游戏不仅要确保接机的射击手感 还要确保60帧的流畅度 是的呀 光枪游戏对于流畅度要求可是很高的 无论是原生低帧率 还是运行时候出现卡顿 都会让体验感大打折扣 可即便杂志上吹得天花乱坠 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 以土星的机能 想要还原出接机版的画面 那根本是吃人说梦 千方夜谭了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对家用机版充满期待 因为这一类的接机游戏 在90年代都是属于高级货 要两个币才能够玩一局 而且时间特别短 每次都是五分钟不到就割屁了 我们小孩子 只能偶尔带着渐渐市面的心态 上去玩一把 至于续关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游戏越往后难度越高 两个币两个币的续命 简直太夸张了 是绝对的土豪行为 所以在街机房里 我貌似都没有见过 最后一关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土星版嘛 也是望眼欲穿啊 游戏的移植难度之高 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点从开发周期 就能够看得出来 积极版1996年就上市了 而土星版子拖到98年才发售 满屏硕大的马赛克 完全在预料之中 远处的东西全都是灰蒙蒙一片 流畅度则肯定没有达到60帧每秒 这是肉眼就能分辨出来的事情 不过 怎么说呢 在土星极其有限的机能下 成品能有这样的完成度 也算不错的了 至少还是可以比较愉快地玩下去的 女友看上去磕成了一点 眼珠子从原来的黑白分明 变成了绿色的一坨 敌方boss也都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但好歹是把所有的场景都复原出来了 那个年代游戏少 当个快餐 无聊的时候拿出来爽一把 还是挺欢乐的 死亡之屋移植到土星上的时候 这台主机已经在跟PS的大战中彻底落败 是的呀 96年 两台主机还在齐头并进 到了98年 土星就已经完全支撑不下去了 死亡之屋原本是用来对抗PS的 可真的登场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土星上 最后的那批大作之一 多少有点悲情的意味 也就是在这一年 世家发售了死亡之屋2 首发当然毫无疑问 还是街机平台 不过可能是更换了价格昂贵的新机版 加上前作的吃币率明显不高 因此本地街机房的老板 都不太愿意引进 我反正是几乎没在街机房里 见过他的身影 一直到DC移植版的上市 才搞了张回来玩玩 DC作为土星的继任者 性能跟上一代主机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死亡之屋2的移植版 也是完完整整 漂漂亮亮 我当时为了玩它 又跟我爸专程去了趟上海 只为了买把光枪回来 这种游戏必须要手上有把枪才行 用十字键控制光镖进行射击的话 真的差了点意思 二代的故事承接初代 在洋馆事件结束几年后 意大利的某个城市当中 突然又出现了大批变异生物 主角是个叫詹姆斯的特工 跟他的一帮同事一起 奉命前往小城 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 那个年代3D技术 每年都在突飞猛进 96年的初代当中 大部分的场景都比较狭窄 到了二代 则可以在遍布建筑的城市中穿行了 关卡的难度也有所上升 一开始各种厉害的敌人就纷纷登场 第一关的boss比较好玩 看上去像是初代里的铁甲勇士 加上蝙蝠怪 只不过铁甲勇士这回没了脑袋 原本裸露在外面的心脏也不见了 飞来飞去的蝙蝠怪成了弱点 只要击中它 就能令铁甲勇士后退 这一座的反派 是个叫高德曼的富商 在跟他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同伴纷纷身受重伤 最后只剩主角一人 调查清楚了高德曼总部大楼的位置 直接杀了过去 在大楼的门口 又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魔术师 这家伙不是在一代结尾的地方 被打爆炸了吗 无所谓了 反正在游戏的设定里 它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基因改造生物 出现在多次 也没什么好惊奇的 只是其强悍的程度 比起初代有增无减 想来在街机上 这家伙肯定又是个游戏必收割机 一代的大boss 几乎不可能再次充当二代的最终boss 那样未免也太敷衍了 高德曼也还没服法呢 必须要勇闯大楼才行啊 整栋楼里全是高级敌人 之前登场的boss们 也一个个再次出现 充当精英怪 来到最上层 见到高德曼 他也跟初代里的那位克里昂一样 释放了个基因改造生物 没有丝毫意外 这一次的最强生物叫做帝王 近战可用剑 远程可扔球 外形看上去也很科幻 但我总觉得他的实力并不如魔术师 还是比较容易就能摸清套路 破解大部分攻击动作的 帝王被击败后 飞向空中 发生了剧烈爆炸 高德曼也是个狠人 宁愿从楼顶坠下 也不肯束手就行 二代除了画面明显进步之外 其他一切看上去跟初代都非常相似 还是差不多的敌人 差不多的进行方式 结尾也是三种不同的彩蛋 我还是把它当成最佳调剂品 有事没事就翻出来玩玩 《死亡之巫2》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衍生作品 名字叫《死亡打字元》 我记得当时很多杂志上都对它进行过大篇幅的报道 因为《死亡打字元》竟然是用来练习打字的 实在是太另类诡异了 主角手上的武器变成了个键盘 至于背后背的东西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没错是DC 当时觉得好好笑啊 那个年代家用电脑处于快速普及时期 国内出现了一堆把游戏跟教学相结合的软件 也就是所谓的寓教娱乐 让大家了解这个认识那个 没想到日本人也吃这一套 本作的销售情况好不好我不知道 因为没有在任何一个排行榜上见到过 世家在随后的许多年当中 一直都没有放弃《死亡之屋》这个品牌 不断推出续作 但毕竟时代变了呀 2000年之后好玩的游戏越来越多 液晶电视机也逐渐取代了老旧的晶体管电视 液晶电视什么都好 唯独无法使用光枪 是的呀 自从液晶电视普及后 手拿光枪对着电视机射击的场景 就都变成了回忆 再也无法实现了 《死亡鬼屋2》也是我本人玩到的 该系列中的最后一部作品 最近为了做这一期内容 去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初代居然有一个外包的重制版 不过重制的水平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评论区看到说 本作甚至没有得到背景音乐和部分怪物的授权 这个是不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包括铁甲勇士在内的很多怪物 长得确实不一样了 至于射击手感和画面什么的 我也没有觉得多烂吧 只不过光枪游戏早已经是昨日黄花 在根本没有办法端起枪进行射击的情况下 想要炒个冷饭都很难炒得香啊 所以还是让经典永远留在记忆之中吧